大家好,今天我就要介绍一个无线蓝牙耳机,最近是很流行的 那就是i12,inxport12无线蓝牙耳机 它是采用了最新的vdub chip 5.0的 我们先来开给大家看 其实我拍这个视频也是我用了过后感觉怎样 就是这个是我的视频 就是我要跟大家讲 我用了感觉怎样啊,值不值得买啊 这样才可以让大家去更了解这个inxport12 ok,来,这个是我用的是黑色 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 很多人买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方便又小又方便携带 如果有线的耳机真的是很麻烦啊 你看现在,全部现金的都是讲无线无线无线 是最方便的 ok,来看一看,这个是 这个是十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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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Micro USB 就普通Android的Cable呢 结果不是 我还吓到呢 结果这个真的是 iOS的 跟Apple一模一样 它是Lightning Cable的 ok,大家别用 怕,如果你们是用Android手机 你们买的 怕没有Lightning Cable 要自己去买多一个Cable 没关系 它这个盒子又包括了 送给大家的 Lightning Cable ok,后来我来讲一下那个颜色啦 ok,首先呢 Infor 12呢 5.0 Bluetooth 大家要记得 是最新的Boot 5.0 它有Simple Color 或是Macron Color 呃,Simple Color 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 是Simple Color 简单 这些是 太鲜艳了 有点 就如果你要 你比较是 买这个Infor 12的目的 是要 呃 就你 要它 你觉得它很像Apple Apple 所以你白 我就建议你们 不要买这些颜色 就 买黑或者是白 因为Apple Apple 主要是白或者黑吧 就是 我跟你说啊 销售量最高的 一定是 白色 或者是黑吧 这些销售 它没有这样高的 因为 第一 买黑色的原理 好像我这样 不用烦 不会弄脏 黑色是不弄脏的 它这个是Mate Black 不是Jet Black 好像iPhone的你懂哦 iPhone 你们懂Mate Black 还有Jet Black Mate Black就是这种的 不会挂花 它不会讲Shiny 那种的 它不会讲亮亮那种的 如果Jet Black 那种就亮亮了 这个是Mate Black 它不会挂 不会挂花很好 我觉得 手感你拿到也不错 然后 嗯 买这些颜色也是有啦 看个人啦 其实 个人喜欢什么颜色 就买什么颜色 但是主要很多商家 都是卖袋色 我已经检查了 试过市场 OK 看清楚 蓝牙版本 5.0 它的通讯机 8-15米 餐厅重量45g 不会讲很重 它的充电盒充电时间 就是说 这个盒子 它充电需要多少 最少一个小时 然后 它这个盒子充电了 然后 就是 充完了 就是拿来充这两个耳机 这个盒子电量 给这两个耳机的就是 OK 呃 还有什么要说呢 就 OK 看有防尘网友 触摸控制 对 这个是有touch control的 它这个是按一次就停 或者是播放音乐 它这里按两次就是 音量加或者音量天 按三次就是 skip下一个song skip snack song 其实它也蛮不错 它的底章 你看 这个有写 OK 这个就 它说 远离WiFi 及录游戏 及其他 高低发射设备 就好像说 有很多WiFi 某人就比较靠近它 不然它会 呃 就 那个声音 就会比较 差 它的链接 可能会被打扰 所以我就是 说啊 都不超过100块的东西 是不错的 其实 它给到的品质 其实也不错了 一分钱一分货吧 你这样看真的是很美啊 OK 然后 呃 这个黑啊 我觉得很多人会比较喜欢黑吧 因为 不弄脏就这样 但是白色也好 白色 如果你买 放就放在这个cover 那个糖 就不会弄脏了 OK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充电的时候 那个灯是怎样的 真的 这里有一个 粗一点棒 我先拆到这样子二级先 OK 充了 插进去了 OK 大家先看 红色 看到吗 红色斩了 红色在斩 OK 如果充满 就是它红色没有斩 一直都是红粉 现在是斩 它就是充电 OK 我现在先拆 然后我给你们看看 它是怎样去充那个耳机 现在我先 这边 大家看到吗 有蓝灯 它里面 这里 是红灯来的 它在斩 你看 蓝灯 冲着这个 就是蓝灯 这里 它这里有一个东西的 蓝灯 它这里有一粒的 蓝 这个蓝灯的时候 它是会变红灯的 蓝 你这里都看到蓝 其实我跟你们说 这个impost12 人家在网上看到 很便宜 也有比较 贵的 其实我建议大家 不要买便宜那种 因为我已经 研究过 便宜那种 怎样说啊 因为这个是来自很多 不同厂家 可能有时 左边的 连接到 右边的连接 比较很多 就出这种问题 这个列 我就是 从 我一个厂家那边拿 就 不是拿便宜的 是比较贵的 我试了 真的是不错 品质也好一点 有很多种品质 有一种是 后面有一粒牛的 其实我建议大家 原装impost12 这个也是有分原装 原装日平质好一点的 首先 讲分的 它灯也有这样亮的 就它灯也不是很亮的 有一种啊 它灯会很亮 亮到你外面这里都看到了 很亮那种 然后这种呢 你看 我给大家看 然后它这种闪到 也不是讲很什么嘛 它那个灯闪到也不是很亮 它这种东西那些是比较 讲 比较 不是很亮啊 这种就是品质比较好的 其实 我用了勒 我觉得 这个是 资格买的 如果你 要求 你不要受要求很高 要100%完美 那总是 你真的要去买原装 Apple那种才是 最好 最完美的 这个不错 这个 因为它 magnet 因为之前 这个是i12嘛 之前它有i7 i7s 有很多种版本 很多种 它们这里有扭的 不是touch control 那总是 这个盒子 它们都比较大 现在它出新的 这个盒子是小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值得 我先跟大家讲 如果你们看了这个视频 你们对这个有兴趣 你们可以来 recheck我 或者whatsapp 或者instagram 我 来 询问 关于这个 import12的资料 ok 如果你们要找购买 我也有 但是先说明 我的价钱比较上 是贵少少 因为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批发商什么 就我卖 暂时现在的价钱 卖一个给大家知道是 暂时是60块 如果价钱有跌 这样我也跟着跌少少 然后 ok 希望大家会来 询问我吧 这个import12 ok 它有一个最新的 我也有 叫老板记着来 就是import18 跟这个是差不多一样 但是它声音的皮质 比这个更加好 因为它是新款的 毕竟 所以 可能是这个新的 多几天 我等它后来 了 我就会再拍个视频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i18的 跟这个i12有什么差别 ok 大家记得 like我的video subscribe 还有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想问我 记得加我的vchat whatsapp instagram facebook 你们喜欢加哪一个都可以 ok 谢谢大家